一个汽车品牌想建立更大的竞争优势 需要对旗下品牌做一个较为细致的划分 覆盖更多受众面 而大众这个品牌就一直给人的感觉就是同质化较为严重 整体设计风格都很类似 很多时候两款不同级别的车也让人傻傻分不清楚 现在大众就尝试着改变 全新速腾全面革新 与宝莱风格迥异 轴距加长配置抢眼 大众宝莱和速腾比较相似 如果没有明显的跨越式差异 两者之间的较量就只剩价格了 因为大众的整体风格一直没什么变化 在现在市场上不太受年轻人的欢迎 全新一代速腾为了抓住现在的年轻群体 做出了很多细节上的改变 首先就是在外观方面更加精致一些 前脸六边琴的中网隔山被最大程度的拉宽 加上上面的横砖镀隔条加强了延伸感 看上去十分大气 在车灯方面新速腾十分精致 大灯内部采用了较为复杂的灯组结构 高配板配备LED灯源 尾灯内部用了小型的矩形灯和条状灯带不规则的排列 点亮之后很酷炫 这也是大众卖相改变的一个重要讯息 最新的速腾比海外版的轴距还要长 加长了45毫米 比老款更是多了80毫米 在空间上更有优势 大众果然还是最了解古人的需求点 宽敞大气永远都是经典 这款车最有看顶的都集中在高配 并配版车型上面 配置十分丰富 自适应巡航 车道偏离预警 座椅加热 多连杆独立悬挂等等 兼顾了时尚和舒适性 在动力方面 全新速腾没有做出什么改变 还是熟悉的配方 就两个字 求稳 从种种迹象表明 新速腾要比宝莱定位更高 现在就等价格了